加拿大官宣 税局2024年 严查房产交易与海外资产 加拿大税务局 CRA 每年都会挑选数千名纳税人进行审计 但某些领域比其他领域更有可能成为税务机构本税收季度的重点 CRA发言人 Nina Ayospovic在电子邮件中表示 虽然审计重点每年都有所不同 但某些领域多年来一直是重点 根据 CRA 每个财政年度的部门计划 近期审计活动的焦点包括高净值人群的激进税务筹划 不合理的 GST HST 退税和房地产交易 事务专家已经注意到审计活动在这些及其他领域的趋势 包括审查商业费用和跨境资产及收入 知道哪些领域受到关注的顾问 可以确保客户保持适当的文件记录 寻求专家建议并保持合规 以下是税务专家在近期审计中注意到的几个趋势 跨境交易 Grant Thornton LLP税务事务部合伙人 Armando Minicucci表示 跨境活动是 CRA 当前审计或信息请求的首要关注点 这包括跨境商业交易 以及个人如何报告外国投资 与外国交易相关的事务被审计的可能性非常高 他说 例如 这可能涉及加拿大客户在其投资组合中拥有外国投资 并以支付外国预扣税的情况下 对声称的外国税收抵免提供支持和备份文件的请求 在其他情况下 个人被要求提供 由于在另一司法管辖区支付所得税而产生的外国税收抵免的支持 商业账户费用 对于拥有私人持有企业的客户 Mini Kuchi还看到 CRA 队声称的商业费用进行了更多审查 以防个人物品被包括在内 我们定期收到的一个常见审计请求是 当一家企业为支付的专业费用申请扣除时 他说 我们经常收到提供专业费用支持的请求 因为他们要查看是否有在公司中扣除的 应属个人费用的专业费用 关联方审计 自从 CRA 宣布其意图关注高净值人群的激进税务筹划以来 Feskin Martino de Moulin OLP 的合伙人及税务诉讼律师 Jenny Botziadis 注意到对高净值个人的更多关联方审计 以确保他们报告了外国资产和收入 Botziadis 表示 CRA 正在向个人或家庭成员发送查询 要求提供他们在加拿大和其他司法管辖区拥有的资产、股份、公司和信托的信息 CRA 使用这些信息 然后开始常规审计 在审计中他们将更仔细地检查结构和交易 看是否有为报告的收入或为报告的交易或股东福利 他说 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情况 平台经济 在其2023-24年度部门计划中 CRA 表示他正在进行更多审计 以更好的了解平台经济 这包括由数字平台驱动的经济活动 以确保纳税人遵守其义务 在这一领域 CRA 专注于教育 BMO Private Wealth Inc 的税务咨询服务副总裁 John Waters 说 这包括旨在告知个人 如共享出行运营商和社交媒体影响者 他们的所得税或GST HST 要求 以及如何报告的外展活动 他说 顾问也可以在教育这些客户方面发挥作用 这些客户可能对税务申报不太熟悉 关于他们的义务 顾问可以有一个总体认识 并至少在他们属于这些类别的情况下 指引他们正确的方向 这些类别在CRA经常进行审查或审计的灰色地带 Walter 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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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